在震情声中缓缓驶入珍珠港 型号F803的荷兰海军七省级巡防舰卓浦号 辗转绕了一万一千公里来到夏威夷 但到访之前他们遭遇了中国的骚扰 荷兰籍的卓浦号在今年6月7号 在东海受到了中国直升器的侵扰 但到底侵扰所未合适 我们时间要往回推 在今年5月31号的时候 卓浦号曾经从越南海港出发 一路北上来到南韩 当时他们声称是为了要赏印联合国制裁北韩 但是这个途中他们经过了台湾海峡 在当时也受到了中国强烈骞责 行进台海后一个礼拜 卓浦号就在东海被中国战斗轰炸机 和战斗直升机骚扰 而卓浦号除了128毫米主炮外 上头有垂直发射器 可装48枚中远程飞弹 遭遇挑衅后 荷兰军方曾发声明炮轰中国 造成了潜在的不安全局面 荷兰国会也强调在台海自由航行的权利 荷兰奇的卓浦号舰长告诉我们 这只是一次平淡无奇的航行 但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时间线要再往回推 2021年当时荷兰奇的艾佛森号 也曾经经历类似的任务 但当时他们选择的是绕过台湾海峡 这一次这一次经过台湾海峡 到底有没有政治意味 答案不言而喻 三立志的灯卫石教委 在下回谭肖山采访报道